高雄市一處工地 內部的一瓶裝乙缺的罐子冒火燃燒 消防局貨爆火速派原道場拉水線來介護 轄區的警方已經趕到現場 進行封鎖以及管制通行 畫面上可以看到消防隊員 拉著水線往工地噴水 因為有一個十公斤的乙缺罐起火 現場進行周界防護 避免燒到周遭的可燃物 就在晚上六點多 位於高雄左營區內的一處工地 有工人用乙缺的切割器 切鐵條的時候 裝乙缺的罐子突然冒火 警消貨爆趕到現場處理 消防隊表示起火的乙缺罐 如果直接噴水滅火 恐怕會引發鐵罐爆炸 因此為了安全的考量 決定讓乙缺燃燒完畢 而火勢也已經在剛才已經撲滅 我看到這個問題是否有 不讓火勢不讓火 此為止 報道